好,這位是一位明醫 好,他是台北醫學院副產部的部長 劉偉銘 好,就是呢 哇,這個大家 他的這個光頭的政治標記 大家一看就知道 這個醫術非常高明 好,之前還記得什麼 六分鐘護醫生 就是他提出來的 還有包括蕭強啊 包括一些胡英夢啊 明女人 都是呢 他的病患 都曾經呢 向他求診過 好,但是這麼有名的明醫啊 他其實呢 15年前就被拍到 才跟妻子離婚 就跟小他22歲的女子啊 娘TT 結果兩人交往之後就結婚了 不過呢 就是這位嫩妻 被拍到 這什麼狀況呢 好,還可以看到 這個酒店 在中央東路這邊 很多人經過五段那邊就知道 這間酒店呢 做的是比較高級的 這個商務旅館 結果呢 被拍到張照片 原來呢 這是劉偉銘的妻子啊 跟著一名不明的這個男性啊 開休旅車的男性啊 50多歲男子啊 據了解呢 其實最近劉偉銘呢 跟他的妻子 因為小了20幾歲啊 兩個人似乎觀念不合 正在鬧離婚 不過呢 被拍到這個照片 劉偉銘呢 他被詢問到 他說他根本不知道 這個人是誰 這個人呢 其實呢 又詢問了 他的妻子說 都是自己的弟弟 但是劉偉銘說 根本就不是啊 這什麼弟弟 長得就不像啊 好 兩個人去旅館 幹什麼 不知道 但是呢 呃 在呃 這個劉偉銘跟自己的妻子呢 現在呢 似乎感情生變的時候 被拍到張照片 當然是震怒了 因為現在 據了解 兩個人是卡在 財產分配問題 沒有辦法達成協議了 好 不過呢 最近啊 父親節 碰到這個事情啊 當然 會讓這位民意 心情不太好過